OK,我们来看Example 2 OK,一样我们要把它转换到Complex Potential OK,我们一样要来做这件事情 好,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Fly已经知道了A的Log,NatureLogRow再加上B 这是AlreadyNone的一件事情 那么你现在能不能想办法把它转换过来 记住一件事情 本来在我们这边所讨论的呢 我们整个的空间啊 本来的Real空间是X跟Y 对不对,X跟Y 然后我们转换过去呢 它还是X跟Y 转换过去变成U and V 对不对,只不过U呢,在这边呢 我们是用它的电位 Fly呢,用它的Harmonic Complex Conjugate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现在的这个呢,它是一个助坐标 助坐标的话,那我们的状况就比较不一样了 我们是用Row,Fly Z呢,不用了 因为Z是整条长条的同轴电缆嘛 叫Row,Fly 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换过来成两个 对不对,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要转换成Fly 那这个没问题了 好,那这里面呢 其实以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呢 这个就相当于极坐标嘛 对不对,相当于极坐标 类似于Z呢 类似于Row,Exponential I,Fly 类似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为E Log 就类似Z再加上B 那这样子也可以 OK,很简单 那这个时候请大家去计算一下 那Z呢 它会等于什么 A的Argument Z 它会得到这样子 OK,好 A的Argument Z 那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 我们把它画一下 好不好 OK,我们不是一个同转电缆 类似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说我们有等电位面 它一圈一圈出来 OK,它会这样 为什么呢 当你的Row固定的时候 你就得到一个等电位面出来 Row一固定的时候呢 你就得到一个等电位面 OK Fine 下面这个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它的另外一个 Harmulic Conjugate的方形呢 是说跟角度有关系 角度固定 它也得到的定值 角度一固定 比如说固定在某个地方 我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出去 固定在某个地方 它也可以这样 固定在某个地方 也可以这样子 你仔细看 它们呢 这边一样是锤子 OK 它就得到一个什么 电力线的表示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请大家 回家算一下这个 请你记住哦 这边算的时候 只有一个技巧要注意 这个时候的微分呢 你要把Culti-Riemann Equation的这个微分式 转换到R跟Z的 知道吗 Culti-Riemann 本来我们前面讲的是什么 Fi X 等于CY Fi Y 会等于负的CX 请问一下 当你把它转换到 R跟Fi的时候 或者是R跟FID的时候 它的形式是什么 请你回去查一下 我们先前讲的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OK 好 请你们回家做一下 好 再来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两个平板 OK 这个是X 这个是Y 两个平板当中 有个大的角度 叫α OK 假设这是Fi1 这是Fi2 我们之前已经求过了 Fi可以写成什么样的东西 A 再加上B的Argument Z 它跟着这个角度有关系 也就是说 我们的等电位面呢 可以写成这样 OK 我们这样一路的分过来 OK 每一个等电位面呢 跟你围的差别 就是这个角度而已 OK 那你就从这边 渐渐变变变变变 变到这边来 那同样的 你也可以求得啊 它的东西 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 是 会等于什么东西 OK 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吧 其实我将这个equation 直接给你们好了 这边请大家要记住 它可以写成这样 写的有够臭 OK 你回去查一下 它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稍微计算一下 好了 因为啊 因为啊 phi ro 反正这边是几座标 我就用几座标 表示试 phi r 会等于 r分之一的 pc phi f 会等于 会等于 负的 r c r OK 它可以写成这样 phi是这样子 它对r 微分 这边根本就没有r嘛 这边唯一有一个 这个只是 角度而已 a加上b c的r 所以这是等于0 怎么就等于0 OK 对c的微分呢 就是有c的 对不对 它被微掉了 就剩下b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b呢 会等于它 所以呢 c是不是会等于 对r的微分 会等于负的r分之b 所以你对它积分 对r的积分 会得到个log 对不对 再加上一些常数 不晓得什么样的常数 常数一定是跟theta有关系的 因为你这么微分是VR 会把它微掉了 已经是跟theta有关系 或者是一个常数 所以这个到底是常数 还是什么的 这个还不知道 OK 好 那么 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个 那么这边呢 一微完之后呢 等于0嘛 会等于一个constant 0的积分会变成一个constant 再加上某个函数 只跟r有关系 因为什么是V 所以一看就知道 这个要等于这个 这个要等于这个 OK 那我们的fi呢 就可以完整地得到 那pc呢 就可以得到什么 负b log r 再加上一个constant 那么讲一来 我们最后的 负数的面呢 fz呢 就可以写成什么样 第一个 它本身a 再加上b的argument z 再加上i 下面的这一串 负b log r 再加上constant OK log r r是什么 是半径啊 相当于你现在 z是用r exponential i 所以呢 r你可以写成为 z的绝对值 你要写成这样子 也可以 OK 那你就可以稍微 把它整理一下 就可以 你表示字 全部表示完了 OK 所以到这边为止呢 还不错 我们很多的 的基本的 这个练习呢 我们都做了 alright 好 那我现在要问一件事情 我们做这些干嘛 做这些干嘛 因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 假设你这样写啊 你handle这个整体的equation 会比你真正下去 handle后面的real part 或imagining part 简单 什么叫real part real part指的呢 就是怎么样 你真正去解个potential equation 那那个时候它很复杂 那假如说我们能够 透过一个什么样的 特殊功能啊 来handle这个 让它变得比较简单 那我们就赚到了 对不对 那这样子呢 才叫做一个转换 我们开车开到碰到石头的时候 就不要去撞 我们就来怎么样 转换 因为我们知道fz的本身啊 fz是什么 它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本身在我们的 负变里面呢 它就是把你从一个z plane 直接转换到double plane的 一个基本能量的函数 OK 只要这个函数的本身 对你有帮助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 All right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我们很快就要来看第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有一个boundary value problem OK 假设有个问题 那它这个问题呢 它可能有一些什么边界啊 或者什么的 可能很难解 假设这个是z plane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个转换 把它转换到public plane OK 我们希望可以这个样子 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要求是什么 conformal mapping的函数 我们希望可以这样子 OK 也就是说 这个在这边呢 一定要怎么样 很难解 而且呢 它本身一定要是harmonic function 才行 比如说像我们的laplastic equation 本身就是harmonic function 那我们希望转换过来之后 它会变成怎么样 easy easier to solve ok 然后呢 still harmonic function 所以那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这个要直接解下来 very difficult 当然也未必说真的这么difficult 对不对 但是起码不容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就透过这条路 转换过去 然后我们在这边把它解 解完之后呢 再把它transform 回来 就好 我们就绕这么一圈 ok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有一题呢 很简单的题目 我们慢慢的来做 把它做 ok 假设我们有两个圆柱状的东西 第一个 坐落在这边 我在这边画一个x坐标 Between 这是我的简写 这太多字了 ok 我就这样把它简写 反正能够简写就简写 英文里面有一堆简写 对不对 中文里面呢 就把它翻题字 现在简题字就对了 ok 好 那么它有个这样子 等一下 我先把它坐标 稍稍微画一下 再讲歪 好 现在呢 我们在这边挖一个洞 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一块 好 假如说外面呢 我把它固定在一个电位 一万等个零 里面呢 这一面呢 我把它固定在一个U2的电位 等110伏特 请问一下 化学线部分的电位怎么变化 这要怎么变化 假设这两个是同心的 哇 同走了 那就简单很多 对不对 因为已经做完了 我们的例子 一开始例子就有了 这个就是它的解 我现在也没干嘛 我们只是把它偏一点而已 现在里面变成什么样东西 所以 现在我们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 equation都很简单 la plus equation 就好了 就可以解了 大家都知道 该怎么写la plus equation 我也知道怎么分解 但是我最后解不出来 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但是我会右边的那个 对不对 我会右边的那个 那难道我们就不能够 把它 透过一个函数的转换 conformal mapping 把它mapping到一个 这个样子的 我假设这个就是在W面的 这个是 Z plane的 我不能做这件事情吗 我能不能这样做 假设这个是Z plane 我就 conformal mapping之后呢 把它mapping成 我不能够把它mapping成这样子吗 假设可以 我这个解答都知道了 在那边 然后再把它转换回去就好了 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假设可以 那就很棒了 那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谁可以做这件事情 好 谁可以做这件事情 怎么做 那我们先请学到了 就很重要 一个spatial flexional linear transformation 就派上用场了 对不对 我要怎么怎么怎么 转换都可以啊 OK 所以呢 我把外面的这一圈呢 叫做C1 外面这一圈叫做C1 里面的这一圈呢 叫做C2 嗯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做 in Z plane 我们有两个 C1呢 指的是一个怎么样 Z等于1的 而且这个是U1呢 等于你 这是boundary condition C2呢 它有个位移 它想给你一个量 OK Z是往右边移动 五分之二 而且呢 直径等于五分之二 半径等于五分之二 所以呢 这一点呢 会通过圆形点 对不对 而且这个面上的U2呢 会等于110 这是第一个 OK 现在我们希望把它 Mapping到这边来 in W plane 我们希望Mapping到那边去 是怎么样 它变成Uni Circle OK C1 plane 它变成一个Uni Circle 不变 C2 我也把它变成Uni Circle 不是Uni Circle 是一个Circle 半径是R0而已 OK R0当然要比E来得小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 OK 这样子就好了 我只要能够做成这样子就好了 好 现在怎么做 根据我们上次讲 Special的 这个Fractional Linear Transformation 你必须先找三个点 在Z plane上面找三个点 然后呢 在W plane上面 也找三个对应的点 然后把它转换过去 然后再来判断 你转换完之后 是不是这个里面 对应到这个里面 不要说这里面 对应到这个空空里面 那这样就不对了 对不对 那一切都对了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那个Transformation 当做FZ 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 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哪一个C1跑到C1star 或C2跑到C2star 它都是一个Disk Maping到一个Disk去 OK Disk 到一个Disk 回去查查看 有更简单一点的 变数不要那么多的 你发觉 有一个Transformation呢 可以写成为 Z减之叫B 除以B Z减之叫E 有一个是可以这样子表达的 当中只有一个变数B呢 还不知道而已 对不对 要不然你要是从我们最原始那个讲法 你就要决定三个点 然后Maping到这边来 然后你再试试看 你要找到适当的三个点 OK 好 那那个工程当然就比较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办 第一个 我们不晓得Maping过 从Maping过来的时候呢 现在Unknown有哪些呢 第一个B当然是不知道了 等于什么 第二个呢 这边的位置都给你确认了 比如说这个 这是五分之二 X等于五分之二的地方 R20等于多少 也不知道 所以这两个呢 都是我们的位置数 所以呢 我用蓝色的来表示它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不晓得这两个是什么 那我们来找几个点 我们来 我们来配 好不好 Z plane Z plane上面 我们要找几个点 第一个点 X等于0 Y等于0 这个就是圆点 我们希望圆点呢 能够Maping到怎么样 U等于R0 V等于0 U等于R0 U等于R0 V等于0 所以是这一点 相当于我们的这一点 要Maping到这一点 第二个点 我们只要找两个点就好 X等于五分之四 Y等于0 X等于五分之四 就是这个 Y等于0 它可以Maping到U等于负的R0 V呢 V呢 也等于点 U等于负的R0 V等于在这边 所以现在这一点 没Ping到这一点 这一点没Ping到这一点 OK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马上就可以计算了 这个会等于什么 U再加上IV Right 所以呢 第一个条件进来的时候 U等于R0 V等于0 所以呢 这边会等于R0 左边会等于什么 Z会等于什么 X等于0 Y等于0 Z就等于0 就变成负B 除以负1 对不对 因为Z等于0 所以我们等于这样 这是第一个式子 第二点 我们把它带进来 U等于负的R0 V等于0 所以这边是这样 然后这边X等于5分之4 Y等于0 所以Z会等于5分之4 5分之4 减掉B 除以B 5分之4B 减掉1 这是第二个式 我们这两个求解一下 第一个式跟第二个式呢 解完之后 他马上就告诉我们 R0 会有两个式 第一个式 第一个式是2 第二个式是2分之1 OK 假如说R0等于2 跟2分之1 有什么差别 B呢 B等于什么 B会等于R0 这两个其实是相等 B会等于R0 这个地方W里面的0的地方 应该要不存在 对不对 应该要不是我们的重点 假设里面等于0的地方 什么时候它会等于0 记不记得 linear fractional 它有个基本的要 就是这个transformation本身的微分 不能够等于0 在你感兴趣的地方 不能等于0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前本来是说 有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你把它写成什么 AZ加上B 除以CZ加上D 是不是 AD 减掉BC 不可以等于0 所以假设我们按照这边的话 A现在等于1 B等于负B 对不对 等于这边的负B 所以不管怎么样 它乘上它 减掉它乘上它 不可以等于0 所以它乘上它 1乘上负1 减掉它乘上它 但因为都要加的 所以B乘上负B 不可以等于0 所以这边是什么 B的平方 负1 所以B平方就等于1 B呢 正负1 绝对不能够等于正负1 OK 不要等于正负1 大概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要求呢 也就是说 事实上这两点呢 有一点的位置 它不能够完整的mapping 我们来找找看 一个尝试好了 是不是这样子 还是说它两个都可以呢 我们假设B等于2好了 我们不管它 我们来看看 假设B等于2 W是不是等于Z 减掉2 除以2Z减掉1 对不对 2Z等于减掉1 那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们早一点 在正当中的这一点 它是等于X等于5分之2 Y等于0 我们把它带进来 所以Z呢 就因为Z等于X加IY嘛 就等于5分之2 带进去W会等于什么样 5分之2 5分之2 减掉2 除以2倍的5分之2 减掉1 这会等于什么样 9分之12 9分之12 那这样看起来也对啊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我们待会儿通通都试试看 这样就变成9分之12 9分之12是多少 还不到2嘛 因为它现在我们是用2嘛 R0是在这边 所以你还是转换到这里面 Sorry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对不对 好 来我们来看看 假设B等2分之1 我们来看看这一点 这一点负了5分之2 对不对 OK 我们让X等于负了5分之2 Y等于0 那么就代表Z会等于X再加上IY嘛 就等于负的5分之2 所以我们W呢 会等于怎么样 负的5分之2 减掉B 减掉1分之2 除以 B是1分之1 1分之1乘上Z 负的5分之2 减掉1 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负 大家通常都有负 就弄掉了 9分之12 9分之12 因为你看看 我们R0是等于2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2 这整个都是半径为2的嘛 结果呢 我把这一点 Mapping到哪边去 里面 可以吗 我们 这边是算比较快啦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要把这个转换到这边来吗 我们感兴趣是不是斜线的去 你要转换到感兴趣的斜线区啊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 假设我把外面这一点 这一点我们刚刚说是负的5分之2的这一点 把它转换到这边来 我不晓得在哪边起码不能够在里面嘛 对不对 在里面就不对啦 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啊 所以你务必要让它能够转换是在外面 有效的区间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啦 我们是不是 通通都不对啦 所以它一定要小于一 没错 所以第一件事情已经告诉我们 根本就不用判断了嘛 2分之1就可以了嘛 但是它的转换还是要对啊 还是要对啊 所以我们再算一次看看 这一点是不是真的真的进来 OK 最好的一个办法是这样子 各位回家玩一玩啊 怎么玩呢 你知道你要把它转换过来 你知道你要把它转换过来 那你就要假设三点 我们外面到外面 这个没有问题嘛 一的话就是外面到外面 对不对 外面到外面 比如说好了 那现在里面这怎么办 里面这个怎么办 我们希望里面能够转换下来 里面你要能够转换下来的话 你必须要找三个点 比如说一二三还是怎么样 总之你要找三个点 甚至于一二三 这三个点 然后你要转换过来 然后最后面 你要让里面的部分 变成这边的部分 OK 我希望大家回家试试看 玩一下 总之这个东西 你就是要玩一玩 OK 玩一玩之后 你才会比较了解 你的特性到底是怎么样 好 那同学指出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因为呢 我们将外头的C1 C2 转换到C1 star C2 star的时候呢 外面都是半径等于1 所以里面这个半径 一定要比它小 对不对 要不然里面就翻到外面去 所以这边告诉你 你这样计算完之后 B要等于R0 2呢 就已经超过去了 所以我们只能够吻合 只能够使用1分之1的这个东西 OK 好 有了1分之1的这个了 那我们现在紧接着呢 就要开始把它解出来 OK 解完之后呢 再利用这个equation 那个equation在哪边 W在那边嘛 对不对 所以呢 W我写一下 2Z-1 除以Z-2 OK 我们要用这个函数呢 把它 从这一边的解 整个的转回来 转到原来Z-plane OK 这样子就可以 所以这里面最头痛的一件事情 是你要找哪一个 像说这个呢 有的时候你就要去查 你发觉 这个可以用 OK 这个可以用 那我也很好奇啊 难道外面1就真的转换到1吗 我们来试试看 假设我转这一点 三角形 这一点X等于1 对不对 X等于1 X等于1的话 就代表Z也等于1 对不对 因为Z等于X加IY嘛 对不对 所以呢 X等于1Y等于0 那Z就等于1 1带进来 它得到什么 2-1变成1 1-2变成-1 答案 答案W等于1-1 在这边 也没问题啊 确实是在上面 这一点呢 它等于1-1的时候会怎么样 2-1-2-1变成-3 2-1-2又变成-3 -3-3-3变成-1 它转换到这一点 我很好奇 那这一点怎么办 这一点Y等于I Y等于I X等于0 I Z就等于-1 是不是 不管它3-7-21 重点是这样子 X平方 再加Y平方 要等于1嘛 对不对 这是圆球 我们直接带在这边试试看 这边是不是就变成为 两倍的 X再加上 I2Y-1 除以 X再加上 IY-2 哇 这样子算起来太复杂了 好了 我们看看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我们算成U跟V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边可以计算一下 下面要把它合理化 X-2 再加上IY 上面会2X-1 再加上I2Y 下面把它合理化之后 你会算出U跟V 最后看看能不能得出 U平方加V平方 等于1 假设有的话 就代表这两个可以完全match 这个转换到这边来 总之你要做很多测试 OK 你要做很多测试 你才比较有 有把握 好 那一旦这样子了 到这边了 我们开始要从那边解 那边解我已经写在上面了 这是我们刚刚的解 对不对 我们刚刚的 这个的解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就可以求得它的complex conjugate harmonic conjugate 这个function 反而会等于A的 argument的Z OK 所以最后面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FZ FZ可以等于什么东西 FZ加上FZ OK 那我们就可以等于 这边有这个 再加上这个 所以你有A的 logZ Row logRow就是绝对值的Z 再加上argument Z 这是I 再加上B OK 我们把上面 这整个东西呢 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最简单啊 因为我们的Z 假设在这边 Z不就等于 Row Exponential I argument Z 对不对 把它写成FY好了 我要通常取个log NatureLog 是不是会等于 logRow 再加上 FY I FY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 这边就可以写成A的 NatureLog Z 抱歉 再加上B OK 这个就是FZ 好 这个是你这边得到的 请问一下 现在我们怎么转换回去 总之你现在已经找到一个方法 All right 只是说这个方法 它是比较简单的 告诉你怎么样从它Mapping到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找个方法 从那边的解把它转换回来 到底你要承取什么样的形式 才可以符合这个Harmonic的这个Transformation 我会把这个方法转换回来 我会把这个方法转换回来